你真的是擅自出宫 这怎么可以呀 你是朕的人 后宫有后宫的规矩 不行 你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两人 在 把他收拥 是 皇上 皇上 跟我的 你还早着 皇上 想当初妹娘好不容易从感业死出来 才能回到宫中服侍您 现在为了一盆昙花将她杀了 岂不是让人笑话 她直闯寝宫 打扰淑妃侍寝不说 还把昙花给砸了 更过分的是 她昨天无视宫归 擅自出宫 让朕的颜面尽失 姐姐 姐姐 还是让妹妹说句公道话吧 你说 这妹娘进宫没多久 就变得这么跋扈 之前不把我放在眼里也就算了 现在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 如此放任下去 恐怕有失皇上的颜面吧 你怎么还有脸说这样的话 要不是为了你一句话 怎么会兴师动众 从大漠运一盆昙花来 还搭上一条幼女的性命 要说妹娘把护 她最多也是违反了宫规 但这也是为了皇上的设计大业照相 姐姐难道没有听说过 自古女子不甘国政吗 这社稷之事 是该她妹娘管的吗 更何况 国有国法 公有公规 姐姐身为后宫之主 母仪三千 这回如果不惩治妹娘 恐怕往后后宫 真的就没有了规矩 说不定啊 臣妹娘 哪天就爬到姐姐头上了 杀了妹娘 不但是替皇上着想 也是替姐姐除害啊 行了行了 你就别说了 追根究底 这万事皆因你而起 想想这几个官差的命 你就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你怎么还有脸面 在这耍嘴皮子呢 你 好了好了 到底我该怎么办 皇上依臣妾看 放了妹娘 交给臣妾 好好地感化一番 皇上万万不可呀 报 启禀皇上 袁大人求见 没事 袁大人 来来来 微臣叩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袁爱卿免礼 谢皇上 找朕有何事 启禀皇上 微臣昨夜观星下 见到了紫薇帝星 被身旁的太阴星的光芒 所掩盖 微臣非常关心皇上 所以就前来看看皇上是否 皇上是否遭遇了女难 女难 皇上 微臣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说的是谁啊 回皇上 据微臣的观察 这太阴星与帝王星平常没什么事 他遥遥相望倒是相安无事 但是太阴星现在窃据了帝星之星 这是天照啊 微臣也认为 大唐将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 什么样的考验 微臣就独胆直言了 皇上 这太阴星代表会出现一位女性 而这名女性日后图谋 没事 她们都是女人嘛 说了她们也不明白 说 这名女性日后会图谋 大唐的江山 胡说 皇上恩德广师福泽身后 再会由一名女子夺去天下 皇上 袁大人 你就不怕犯了欺君之罪吧 皇后啊 奴才 就算有再大的胆子 也不敢欺君犯上啊 皇后 皇上 奴才 奴才真的是句句实言啊 绝无欺瞒皇上 皇上 袁大人说的没错 而且袁大人是天下第一神算 他怎么会轻易赔掉自己的清誉呢 是啊 而且依臣妾看 这件事和袁大人这一算不谋而合 就算五妹娘不是那妖心 也应该立即斩除一惊效尤啊 皇上 你就为了一个卦象把妹娘杀了 有损皇上英明啊 皇上 此事关乎大唐江山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任何想爬到皇上头上的女人 都应该立即斩除 皇上您要三思啊 皇上您要三思啊 皇上 微臣有话要说啊 忘了 你还跪着呢 不好意思啊 皇上 微臣听说 皇上曾赠一幅月下美人图 给武才人 是吗 是啊 而且这武才人也曾经创作一首 琵琶曲谱 也叫做月下 是啊 袁大人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何必在这里耍什么江湖之术 皇后 微臣不是江湖术师 微臣 微臣是国师啊 句句实言 皇上 您仔细想一想 月 主太阴 太阴星就是 就是 月亮啊 皇上 武才人之事 皇上您千万三思而行啊 是啊 皇上 皇上 皇上有令 五妹娘因藐视皇上 又因违反公规擅自离宫 监察属实 但皇恩浩荡 特别五世一死 即日 将五妹娘 拘禁于上阳宫 终身戴罪反省 永世不得出宫 钦此 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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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财人 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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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想跟本宫斗 你还早着呢 终于除了这颗眼中钉了 真是大快人心啊 看来 这次还真得感谢 袁大人的鼎力相助啊 五妹娘这次自己送上门来 又不懂皇上的心思 要怪只能怪他自己 太自以为是了 可娘娘 皇上现在并没有 把五妹娘给杀了 可见皇上 对他还念着旧情 说不定他现在 又在想什么办法 让皇上把他放出来 这就不用你来提醒本宫了 袁大人 已经帮本宫 想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那就是刘氏 师父 您别在这绕来绕去的了 我头都晕了 你懂什么懂 我这心里像着火似的 春喜再不把妹娘的消息带回来 我死的心都有 师父 您别着急啊 春喜姐虽说是掌善 但是深宫内院的 她也不能随便走动啊 不知道 咱们自从来到上市局 我们都见不耽误她 现如今有了这么大的事 我们也帮不上忙 这可怎么好啊 师父 我有一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您只要听我的 保守您每天都能见着武才人 说 当太监 当太监 会不会很痛苦 长痛不如短痛吗 你 有人笑话没有 有师父 您何必在意世俗人的眼光呢 我没白疼你 走 不 师父 你干嘛去 带你去当太监呢 不是 怎么 你让我 是你 我 师父 那一定会很疼的 长痛不如短痛 那他们该笑话我了 你何必在乎世俗人的眼光 师父 走 师不得 丁浩 丁浩 你们别闹了 少彪 刚才我已经打听到了 武才人他 现在 被关在上阳宫里 上阳宫 很厉害的地方吗 上阳宫 就是俗称的冷宫 是皇宫嫔妃们 最害怕去的地方 千查万错 都是我的错 我真不该带着出宫喝酒 惹了这么大的娄子 被打入冷宫 我是真没用给我 明浩 你也别自责了 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您不了解我 我和妹娘 青梅竹马 两小无才 小的时候 她对我特别的关照 谢如今她落难了 我不能搭救她 唯一的办法 就让我徒弟去当太监 别 师父 我还有一个主意 明天去 不是 南昌王 让王爷去 他是王爷 又是您好朋友 他肯定得帮咱们 好 让王爷送您进宫 不是 走 师父 您听我说 我想要见五妹娘 您该有意见 娘娘有什么要教于五妹娘的 尽管吩咐奴才帮您端进去就是了 怎么 她已经被打入冷宫了 本宫想见见她都不成吗 这没有皇上或皇后的旨意 小的不敢随意放人进去 要是传出去追究下来 那小的可就人头不保啊 娘娘这是哲煞奴才了 这上元宫上上下下 多少双眼睛 小的要是这么做了 那就 拿着吧 不过今天这事 咱就当没看见啊 小臣子 快帮娘娘引路啊 娘娘请 娘娘娘请 小的爱 白太和 好 怎么样啊 妹妹 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托姐姐的福 一切安好 妹娘 好歹咱们也姐妹一场 你画了新地方 我得过来看看你啊 看来皇上对你还真好啊 起码这个地方可以挡风遮雨 住得挺舒服的嘛 姐姐若是喜欢这儿 也可以住下 只怕天色晚了 姐姐会害怕 妹妹真会说笑 你在这儿住得这么舒服 我有什么可怕的 那是姐姐你有所不知 在这上阳宫啊 经常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前两天 妹妹就听到了一声马丝声 紧接着 就有人在敲门 妹妹在想 开还是不开 结果 你知道妹妹看到什么了吗 看到什么 鬼 那个鬼 哭着跟妹妹 说了些奇怪的话 姐姐 妹妹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说什么 她死得好惨啊 说是有人 因为一盆谈话 害死她 妹妹你还真是有趣啊 不过 你这一走 姐姐我还真是不习惯 没有了妹妹 未就没有了对手 这皇上 每天都到我的寝宫去陪我 只可惜 这一幕你再也瞧不见了 你跑到这儿来 就是跟我说这些吗 当然不是了 是皇上 特地让我来探望你 而且本宫 还给你做了一碗冰糖莲子羹 给你补补身子 荀儿 你还有这份好心啊 只怕这汤里有毒吧 妹妹这么说就不对了 虽然之前 咱们俩确实有过境 但是妹妹都被打入冷宫了 恐怕 你这头发熬白了 你都出不去了 之前的恩怨怨 姐姐又怎么会跟你计较呢 我和妹妹 就不要再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赶快把这碗汤喝了吧 这汤我是不会喝的 那就由不得你了 雪儿 你要做什么 怎么样 好喝吗 这汤里边 本宫可加入了胡人辣椒 是特地为你调制的 五妹娘 我告诉你 这就是跟本宫作对的下证 你给我记住了 雪儿 我们走 娘娘 娘娘 不才人不要紧吧 你担心个什么劲啊 万一闹出人命 小的可就 放心吧 本宫不过是给他喝了碗汤 补补身子而已 对了 刘士官在哪里 怎么 娘娘还要见刘士啊 带路就对了 我们家娘娘不会让你吃亏的 娘娘这边请 请 啊 过不了多久 就是冬天了 娘为你做了好多新衣服 这样 你就再也不用怕冻着了 刘公公 你们先下去吧 是 萧淑妃 你来干什么 我的好妹妹 姐姐当然是来看望你的呀 你要对我干什么 刘美人 你怕什么 我们家娘娘又是想伤害你 还会让你苟延残喘到现在吗 妹妹 你就放心吧 姐姐今天不但不会杀你 还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你还记得 把你害成这副德心的五妹娘吗 如今那个贱蹄子 就住在你屋后的房间里呢 五才人 他怎么会 他呀 恃宠而骄 因为藐视皇上被打入了冷宫 恐怕他这一辈子 都出不去这个上养宫了 徐儿 你要对我做什么 妹妹 你想不想报仇啊 我知道你也恨透了五妹娘 就让姐姐帮你这一把吧 等一会儿我就会交代下去 今天晚上 你的房间不会上锁 天一黑 你就溜进五妹娘的房间 一刀把她给杀了 不行 我下不了手 我杀不了人 不行 看不出你手还挺巧的 这应该是给忠儿做的衣服吧 还给我 如果你对你个狐狸精下不了手 我就只能对你儿子下手 娘娘 娘娘 我求求你 不要伤害我的忠儿 我求求你 你如果想留住你儿子的性命 你心里应该清楚怎么做 如果真的能杀了五妹娘 那本宫不但可以保住忠儿的一条性命 还可以在皇上面前替她美颜寄军 说不定啊 她还真的能做上太子呢 妹妹啊 该怎么做 你自己看着办 本宫等着你的好消息 娘娘 刘氏若真的杀了妹娘 难道您真的要请皇上 立李忠为皇太子吗 你是不是傻了呀 我怎么可能支持李忠呢 那不过是为了拉拢刘氏 供我差遣的说辞罢了 若真的要立太子 也得立我的杰儿才行 那个李忠是个什么出身啊 竟敢跟我的杰儿争太子之位 可是娘娘 要是刘氏真的杀了五妹娘 然后发现您骗了她 传到皇上那儿去 对您和杰儿皇子恐怕 刘氏本来就不受宠 身份地位又那么低贱 现在又被打入冷宫 你认为皇上到时候 还会记得这个人吗 更何况 就算消息突破冷宫的封锁 传到了皇上儿里 你觉得皇上是会相信本宫呢 还是会相信 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弃妇呢 那还用说 当然是娘娘您了 如果这次 刘氏真的能杀了五妹娘 李忠作为刘氏的儿子 那被立为太子的机会 就更加渺茫了 你别在这儿没事找事 大爷们忙得很 没空理你 大爷 求求您了 你就让我见妹娘一面吧 我身上有点钱 虽然不多 却是我仅有的盘缠了 怎么回事 大爷 干嘛停下 欺禀王爷 门外有个女子 正在跟李将军争执 对你不客气 我就赶紧走 不是 大爷 通融一下子 放开 参见王爷 这位大人 你怎么这么粗鲁嘛 来者皆是客嘛 怎么可以这么对我们的客人呢 何况 还是一位如花似艺的美女 太游泽我们帝都的城市形象了 王爷 这位女子不知什么来历 在这儿扰乱弟兄们做事 所以我才 行了这事你别管了 我来处理 是王爷 您是王爷吧 你看我长这么帅一定是了 你是谁啊 你进宫干什么呀 不知道王爷 认不认识咱们家媚娘 太熟了 那太好了 名女姓武 单名一个顺子 是媚娘的姐姐 既然是她姐姐 那也就是我的姐姐 姐姐 我娘听说媚娘被打入冷宫 但又出病来了 我爹只好前我来宫里探探情况 好险 美女在宫门外遇见南昌王 要不我现在还在外头不知所措呢 王爷 请您一定想想办法 让我见见媚娘吧 放心吧 我和殷浩是兄弟 媚娘有难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帮助她 谢谢 要的就是这句话 这回可真得靠你了 要我怎么做你就说吧 我开心了 我开心了 如果你不对那个狐狸精下手 我只好对你儿子下手 娘娘我求求你 不要对我的猪儿下手 我求求你 你如果想留住你儿子的性命 你心里应该清楚怎么做 我给你 你找我 我想知道 我现在要转发 你给我寻找回望 你raft的时候 我去书 丢了 你订阅 我想知道 你的儿子 我只是告诉你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免礼 这么晚了 皇后娘娘怎么不差人先通报一声 小的好去迎接您呢 本宫只是睡不着 所以出来散散步 这没想着走着走着 就走到了上阳宫 你们两个为什么如此慌张 不是这上阳宫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有没有 一切正常 娘娘您尽管放心 本宫许久没有来了 你们两个没有胆大妄为 做什么事吧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娘娘 你们不敢 本宫还是进去看看折子吧 娘娘请啊 娘娘请 谁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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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说 也要提防树妃娘娘 还有 帮我照顾好 冲儿 冲儿 冲体啊 夜深了 不如明儿再看 本宫还不困 是 未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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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把 刘氏送回他房里 我们应该把事情弄大 让皇上知道 那个萧淑妃 多么的阴险 我是故意制造 刘氏自杀的现场 若是皇上知道了真相 必然会大怒 这会诸连刘氏九族的 你可是为了 你可是为了方才答应 为他照顾忠儿之事 一来是为了 一来是为终儿 二来 也是为了皇后娘娘 妹娘 你那心眼怎么这么好 我就是气不过 凭什么萧淑妃 每次都能得手 每次都能逃过责罚 她臣服如此之深 即使我们告她 没有证据 怎能轻易给她定罪呢 妹妹 这么久没见 你倒是成熟了不少 都是被岁月给磨的 姐姐 你是如何进宫来的 这都多亏了王爷和殷浩 宫里绣房的管事 是咱们的同乡 他回家探亲的时候 说你被打入冷宫的事情 娘听了 都担忧出病来了 娘病了 没事 是心病 只要我把你的消息带回去 自然就会好了 叶已深了 你们赶快走吧 别被寻房的刘公公发现了 好 你不要灰心 我和王爷会想办法救你 是 交给我们吧 我等着 还有 我姐姐 就有劳你们照顾一下了 你放心吧 你也自己做保重 走吧 保重 走吧 什么 刘氏死了 怎么会这样 这 小的也不清楚 昨儿夜里发现尸体 今儿一早就赶紧派人通报上去 这不也来通知娘娘了 这么说 皇上已经知道此事了 刘公公 昨天你有没有发现刘氏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没有啊 但小的倒想起一事 昨儿夜里皇后娘娘突然来视察 等娘娘走了以后 小的去寻房 这才发现刘氏死了 王皇后 她怎么会去那儿呢 难道是她下的手 可是皇后娘娘一直待在内务府 也没进过刘氏那房啊 这就奇怪了 好 看看这些花 皇上 我们很久没有出来了 是啊 是啊 这花开得这么漂亮 你看 真不错 钟儿 你慢点儿爬 你看他越来越聪明伶俐 看看 玩得多开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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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儿还挺灵活的 是啊 不错 再抓不到她呢 你看看 臣妾参见皇上皇后娘娘 初妃 你怎么来了 找朕有事吗 皇上 臣妾今天早上 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 所以臣妾特地来问问一下忠儿 初妃 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 你要是有点慈悲心的话 就不要把忠儿牵扯进来 皇上 皇上 初妃 做人要厚道一点 皇上 皇公公 在 陪忠儿再玩一会儿 是 皇后 你随朕来吧 再去玩一会儿吧 向皇子 我们走 这刘氏的事情朕已经查清楚了 确定了是自杀身亡 所以以后 你们绝对不要在忠儿面前提起了 明白吗 可是这刘氏 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自杀了呢 不管怎么说 她也是忠儿的母亲啊 这为人母的 不管怎么样 也得留着自己的性命 留着性命 才能见到孩子一面啊 大概是因为冷宫静寂寞难耐 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吧 姐姐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昨天晚上你要好好劝劝刘氏 说不定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淑妃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昨天本宫不曾见过刘氏 没有吗 那妹妹怎么听说 姐姐昨天晚上夜访上阳宫啊 皇后 你昨天去过上阳宫吗 回皇上 臣妾昨天是去上阳宫了 但昨天臣妾是去看望妹娘的 怕有人说三道四呢 所以就在门口没有进去 只是在门口停留了大约一个时辰左右 早知道刘氏想不开 臣妾哪怕是知道有人会搬弄是非 也应该去看望两位妹妹的 那这件事情可真够巧的了 姐姐前脚离开 刘氏后脚就自杀了 听见妹妹的口气 你好像是在怀疑本宫什么呀 妹妹岂敢呀 姐姐位高权重 夜里临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妹妹哪儿有说话的份儿啊 以后你这做妹妹的有什么不敢呀 你每天都听说来听说去的 你这么关心本宫的行踪有何用意呀 姐姐就别再转移话题了 我真正关心的是刘氏的死因 没有其他的 皇上都说刘氏是自杀的 你干嘛还要 好了好了 你们别一人一句了好吗 惨死我了 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这事已经定案了 启禀皇上 什么事啊 皇上 不好了 太后又吐了 什么 过了吗 过了吗 皇上 南昌王求见 臣弟拜见皇兄 免礼免礼 你来得正好 我想让你帮忙想一些办法 皇兄请说 母后不是最近感染风寒吗 现在虽然已经是痊愈了 不过 自此以后 母后便老是觉得胸口闷 食欲不振 亦感疲惫 情绪也闷闷不乐 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劲 她已经把自己这样 关在秦宫快一个月了 现在甚至连吃东西都会吐 朕怕再这样下去 太后的情况 只会更加严重 如今太医们全都束手无策 所以朕才会召你们来 请诸位集思广义 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我是这么觉得 既然母后她是心情不好 那我们就想办法找点乐子出来 逗她开心不就得了吗 对 找点乐子 那到底是什么办法 她不是教方使吗 教方使不就是负责娱乐项目吗 就让教方使弄点娱乐项目 给太后看看 不就行了吗 对 娱乐娱乐 教方使听令 微臣在 现在我命令你搞一个特别的歌舞表演 让太后开心 要是她开心的话 我就会好好地奖赏你 要是她不开心的话 就证明你是无能的教方使 我就会革你的知 连你为平民 明白吗 是 非臣遵旨 王公公 卢彩彩 这是什么烂表演 怎么这样啊 太后连看都不愿意看 怎么办呢 皇上 要不是 小红啊 太后 这个节目无聊地 让你扇扇子都有气无力了 嗯 嗯嗯 看都不愿意看 好